教育部107年度 多元化阅读推广计划 日前在和平国小举办立志讲座 并邀请到李清俊老师 以转个湾式晴天为主题 来叙述亲身经历过程 希望以自身的遭遇 来勉励学生与大众 让大家觉得 活在当下就要好好把握人生 走正确的路做对的事 这次就是很高兴 能够邀请到我们的生命斗士 李清俊老师 那那个来为我们镇上的家长小朋友 大家来做生命教育 立志讲座的一个示范 那我们李清俊老师 他就是以前是台电的员工 那因为发生了意外失去了双手 那失去了双手 在生活当中当然是很不方便 所以对他来说 他曾经是一个生命中的挫折 那很多次都让他觉得说 他可能未来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那但是透过家人跟朋友的鼓励 那他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个转念 然后就是也自己身体力行 然后走出这个挫折的阴影 李清俊老师叙说自己的人生过程 也鼓励学生与社会大众 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 也要向未来前进 当初老天爷把我留下来 我就想说 我要用这个有生之年 把我的生命故事 人家不嫌弃的话 我要把他鼓励一些小朋友 然后给他们走向一个很正的一个道路 所以当时我再活下来 我就有这种想法 要让这些孩子感觉在那里 先议员肖志全表示 借由李老师自己的亲身经验 分享给大家知道 让学生与大众了解 人生要把握当下 勇敢迈向未来 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是充满斗志与希望 由我们教育部委托我们南投县文化局 来集体政公所和平国小这里 办理一个阅读的历史讲座 特别邀请我们残障的李清俊老师 他一生因为肢体不倦权 一心向上的整个过程 不过他为了人生的目标 还是奋发向上 用一项命运挑战的精神 来鼓励我们现场的来宾及各位同学 经由教育部这次举办的立志讲座活动 也希望可以激励更多人 让学生与大众了解 活在当下的意义与目标 记者廖玉云 集体采访报道 可以及您将微卧档活等 两下的意义 都是 这 已经